近百年来,美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,但美国的钱却装在犹太人的口袋中。 要知道,占人类总人口不到千分之三的犹太人,却占据了全球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财富。 犹太人的崛起发迹,要追溯到三百多年以前了而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内,他们在商业领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,从而奠定了他们商界领袖的地位。 犹太人为什么能够在商业方面有这么伟大的成功? 原因被归结到以下的十二条。 一,失败是成功之母,犹太人为何能够成为商界领袖民族? 并不是天生神智,而是因为他们创业赚钱,总是百折不挠,每一次失败,都给他们带来可刻骨铭心的教训,就这样,积少成多地成就了最善于经商理财的民族。 二,马太效应成为行业的领头羊,一旦在某个领域取得优势,就要迅速做大,当你成为领头羊时,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,你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。 当出现强大对手时,就要另辟蹊径,找准对手的弱项和自己的优势。 三,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,物增实体。 万事万物应该尽量简单,而不是更复杂犹太人创业赚钱,喜欢保持事情的简单性,抓住根本,解决实质,不喜欢人为的把事情复杂化,这样才能更快更有效率地将事情处理好。 四,手表定理一个人不能让两个人指挥,看一只表,你可以知道时间,两只不同的表,你就不知道时间了。 犹太人创业生意经理,认为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,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管理,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。 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同时指挥,每个人亦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。 五,木桶定律最短木板决定水桶容量,每个企业都有它的薄弱环节。 正是这些环节使企业许多资源闲置甚至浪费,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。 犹太人创业赚钱坚持每一块资源都要围绕一个核心, 每一个部门都要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用力。 围绕一个圆心,形成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原六、九与污水定律及时清除团队中的消极分子, 一池酒倒进一桶污水,得到的是一桶污水,把一池污水倒进一桶酒里,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。 犹太人创业赚钱,对破坏组织的组员或东西林容忍,在其开始破坏之前就会及时处理掉。 七,马银效应懒惰的马因为马银叮咬,反而会精神抖擞,马在有了马银后才会跑得更快, 不管他是多么懒惰的马,对人类来说同样如此。 犹太人创业生意经理,认为每个人只有被别人追赶着,才不敢放松,才知道努力奋斗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感谢你的竞争对手,他就是你最好的闹铃。 八,条鱼思维不随大流学会独立思考,条鱼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, 如果这条首领条鱼行动发生紊乱,其他条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。 犹太人创业生意经理,从小就要求学会独立思考,不随大流盲目追随。 九,弗罗伦斯思维目标好似灯塔,够量才能隐行,目标必须,看得见, 人生看不到目标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,即使你有再充沛的精力也是做无用功。 犹太人创业赚钱定位精准,目标清晰,一切围绕实现目标进行。 十,相关思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孤立的存在,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,他们不会孤立的存在。 犹太人创业生意经理,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,任何看起来美好的事物,都是有原因的,没有无缘无故的机会留给你。 公众号,股票段子手。 公众号,股票段子手。